不要那麼抗爭 沒得鬥 沒得鬥 他都說 他都對共產黨 看得深 是好的 後期晚 查理人還沒死 應該還沒死 都九十多了 他應該也有吧 他死就知道 那些名人死就有《十登新聞》 OK 好 所以呢 權力這件事 有時呢 啊 以幾種年式出現 我都說一下 權力的 倫理法 權力的神聖法和倫理一體法 啊 這個中國都是啦 即是把東軍神神父父子子兄弟朋友啊 這樣把他倫理化了 是不是 即是父母官啊 即是官就是我們的父母 啊 把他神聖化了 啊 即是天子來的這個 天委派下來 治理我們 啊 所以呢 如果人民要 起來革命呢 起來 做法呢 就要有一句說話 要替天行道 啊 初天以死亡 點多了 啊 你以前那些 就是這樣的 替天行道 是以天命 天意 來自居的 啊 我們 上帝 派下來 讓我 推翻這個 暴政 啊 OK 那 曼德思交 提出 開始是John Locke 提出 論婚容啊 曼德思交 那些提出三權分立啊 啊 露蘇提出民意 文藝 曼德思高啊 曼德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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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separation powers 但其實是法國人來的嘛 不過那個 著巢 真的是 到個 靠前 啊 是啊 不知道了 我也 這些人呢 背後呢 全部呢 就算是19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呢 啊 這些人 所以 所以 所以余家呢 死抱著他姓善論呢 他就穿透不了這個民主的思想 那些人呢 這些人呢 諾克啊 勞蘇啊 啊 曼德思交啊 啊 這些人 背後啊 甚至現在 當代的一些 Carpopper那些呢 背後的想法呢 都是人性本樂 啊 有腐化作惡的傾向 啊 因此得以提防 要提防他呢 要以權制權啊 啊 不能掃除他個人的道德修養 啊 啊 帕拉圖呢 在整個政治思想的時候呢 帕拉圖呢 就問 who lose 誰來統治 中國政治哲學都是 誰來統治 就是聖王 帕拉圖呢 就捷獲 philosopher king 但是呢 現代的政治思想呢 就是 怎樣設計出一個政治制度 使到 這個 李柱銘都經常說 怎樣設計出一個政治制度 使到無德或者無難的領袖 都不會對社會帶來太大的破壞 或者起碼定期換了這個人去 啊 不如陳水扁那樣 定期換了他 換了個馬英九 好很多啦 起碼 就算說他沒有魄力 起碼是在貪污 腐敗這件事 說他不摘摩嘛 馬英九是連結得太多了 是吧 就是 這個值得相信 這個領袖 啊 所以 這個制度是很重要 但是 同時 在歷史上都看得出 那個執政者 或執政田隊那個 自己的修身都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不修身 你一上台 你民選上台 但是立即實行 直接或者間接的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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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e 是 是 是 yani 所以滿清是一族之師, 對人民的剝削已經很厲害了, 共產黨是一黨之師, 而這個黨是可以不斷有新人加入的, 所以剝削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如果我們再不設計出一個政治制度去監察 那個政府或者那個黨大與法, 和昌江子那裏出政權, 所以你一定要在政治制度入手, 以權制權, 這是很重要的, 以法制權,以權制權, 甚至以天制權, 所以很多人說民主一樣, 亦都是選出齊水扁, 或者很多貪污腐敗的領袖, 所以民主, 我們說民主不是一個宅憂的機制, 唐英年和梁姐可能都是藍蘋果, 何俊仁我不知道, 不是一個宅憂機制, 不是選最好的, 而是一個排列的機制, 就是最壞的人, 就是最壞的人, 如果唐英年和何俊仁, 梁振英, 加上葉劉, 如果這個是民主政治制度, 一人一票, 是一個排列的機制, 但是呢, 我想一定不會選了唐英年先, 已經排了唐英年先, 是吧, 已經排了唐英年先了, 剩下三個, 我不知道何俊仁會不會, 但是, 我覺得很奇怪的, 香港民主運動30年, 為什麼香港的, 何俊仁這些民主派的領袖呢, 那個民望這麼低的呢? 何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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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民望低得這麼厲害的呢? 就是, 給了建制派的40%多, 20%多呢? 會不會香港人已經是, 很悲觀, 就是我們都知道, 何俊仁一定選不上的了, 所以, 我們只有寄希望, 這兩個建制派的一個, 給中央選一選, 選一個不要那麼難的蘋果出來, 給我們, 啊, 現在你們有誰, 還會選唐英年呢? 如果讓你們選, 一人一票, 心想, 真的不知道, 我全部都不選, 只是投費票, 那, 那,那怎樣? 我不是選委嘛, 你現在, 假設民主普選嘛, 現在, 假設一人一票, 假設一人一票, 就投票票, 那, 要有提名權, 真的不知道, 要有提名權, 那些真的有, 不正的, 但問題是, 它已經設定了, 就是, 你可以只不過在這裏選, 還有一個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 我就可以, 我行使我權力, 但我不認同, 我全部投票票, 那, 那, 這個都影響不到很多人, 沒辦法影響到的, 這個是叫做, 悲劇來的, 根本這條路, 就是向一條死路來走的, 原本都是, 沒辦法的, 你不走, 就推你去, 你不可以創制, 沒有你份創制, 是啊, 根本就是世集社會來的, 這個建制, 世集社會, 是啊, 咦, 那些濕碎的東西, 就是被民主, 讓你自己, 撲掌相針, 接著, 上流那些都, 仍然是世集的, 所以, 基本上, 我都沒有改, 除非, 你打落過, 自己做了新世界, 現在, 你不是說, Folution革命, 根本沒有前景, 它架構建制, 這個institution, 你不可能會用到它, 它有, 它有, 大陸十幾億人, 死幾億, 它沒有緊要, 死光了, 香港人, 他們更加不介意, 沒得玩的, 都不是這樣, 死大香港人, 他都很介意的, 行政主導, 議會是廢的, 所以議會應該九月份, 希望說, 所謂民主派, 長毛, 黃毓民, 這類的議員, 多一點進去, 雖然, 根本上, 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情, 起碼, 吵一下, 好過不吵, 這幾年, 立法會三郎, 進去立法會, 就是, 你們覺得, 有沒有一些事情, 搞得出來呢? 有, 起碼, 寫議會新聞那些記者, 沒有那麼悶, 多一些東西寫, 其實, 好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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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